好,我们昨天就提到超连结这个地方 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设的第二组,对不对 第二组在这边 那第一组在这里 诶,这是我们昨天设的第一组 这是昨天设的第二组 但是你有很明显发现 第一组有没有加一点 没有,第二组有 那你除了这个之外 你再来观察一下 请问你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这个 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那 在设定这两个的时候 请问我用的什么 我用的这个 是这三个的里面哪一个 是不是这一个 对不对 这个,那么你注意一下 你再回头来看 我们当初 用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当初用那个 这一个的时候 项目清单的时候 请问你,你用的是哪一个 是不是第二个 对不对 第二个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针对什么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是不是针对什么 就是它没有内定样式嘛 我们自己定义一个我喜欢的名称 对不对 第二个是不是针对什么 啊它都已经定义好了 我说桌子就是桌子 你不能跟我说桌子就是椅子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P啦 有没有,昨天看到P 好,BR啦 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说如果是它内定的 就是说它已经有定义过的标签 定义好的标签 那么它前面就不需要加一点 你要解我意思了吗 你看我们设第一组的时候 我们昨天有没有看过超年姐的语法是这样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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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它的标签是哪一个 是不是A 对不对 A啊 那所以说 这个A我设第一组的时候 我有没有必要告诉它我要套用到哪里 没有啊 我是不是设了 我的超年姐整夜都受到影响 对 那你看我要设第二组 我要设第二组的时候 对它来说 第二组 是不是不是它自己定义的超年姐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前面加上一点 我们在前面加上一点 那代表什么 是我自己定义的 你了解我意思了吗 我自己定义的 所以说我们套用第二组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你要怎么套 是假设我这边 有一个超连结 有一个超连结 那我要指定它 现在是第一种的 我要指定它是第二种的 要怎么套 点到它 一般我都会点到这个A 点到这个A 代表我点到超连结 然后套用A1这一种 有没有 这表示说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我要套用另外一种超连结的样子 这样是不是它用我自己定义的 你了解了 所以有没有A就插在这边 那你另外一个 你可能就要回头过来想的 我们当初在设定什么 当初在设定这两个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加一点 没有对不对 因为主任委员会自动把你加 就是 你如果在这边设定的时候 你如果选了第一个对不对 虽然我 你看我做一次给你看 比如说我叫test 我现在有没有加一点 没有 好那我点进来 我先随便设一个颜色就好了 你注意一下 我的test 把酒背的大路有 有没有加一点 这样知道为什么吗 但是你如果是用第三个去做的 它就不会自动把你加 你了解了 所以有一点没有一点 就插在这边 我现在有点 对